7月20日,华为线上发布了全新的华为MatePad 2023款柔光版 首款为青少年人群和家长定制的护眼柔光屏学习成长的平板新品 屏幕方面,华为MatePad 2023款柔光版配备了11.5英寸的护眼柔光屏 去除了屏幕边框的塑料支架 进一步缩窄边框宽度,拥有86%的屏占比 还采用了2200×1440分辨率与120Hz高刷新率 3比2显示比例,同时也配备了护眼柔光屏 具体来看,华为MatePad 2023款柔光版升级的护眼柔光屏 采用了防眩纳米10克技术 在镜面玻璃表面通过化学10克 形成数以亿计的纳米级纹理 将镜面反射转化成慢反射 有效地减弱了外界光线对镜面显示的干扰 也让原本通过液晶直射而出的背光产生散射 使肉眼所见的屏幕光线更加均匀 并且在护眼认证方面 华为MatePad 2023款柔光版获得了莱茵TV无反射认证 莱茵低蓝光、无屏闪认证和SGS低视觉疲劳金标认证 其次,柔光屏搭配华为M Pencil第二代手写笔 笔尖接触屏幕 即可感受到屏幕表面的纳米纹理结构 与手写笔摩擦带来的阻拟感和振动感 进一步还原纸质笔记体验 在设计上 华为MatePad 2023款采用了全金属一体机身 无断缝的隐藏是天线设计 机身6.85毫米厚 499颗青 配色方面 提供了海岛蓝、冰霜银、深空灰三款选择 搭配阳极氧化工艺上色 提升了机身的耐磨度与防止纹污渍能力 系统方面 华为MatePad 2023款搭载了最新的HarmonyOS 3.1 提供了卡片堆叠功能 同样尺寸的卡片支持形成堆叠 交互方面 全新智慧多窗 平行世界也迎来升级 功能方面支持超级中转站 多设备通信共享 平板手机多屏协同 平板PC多屏协同 AI字幕实时翻译等 此外 华为MatePad 2023款搭载了超帧游戏引擎 支持游戏画面插帧 使画面最高达到120fps 生态方面 华为MatePad 2023款拥有丰富的软件 其中搭载的华为教育中心 携手240家家家优质教育伙伴 打造了一个智慧化的学习平台 支持全新的鸿蒙平板的教育中心 华为笔记 课程表 FA卡片等实用 专业的软件生态 此外 华为MatePad 2023款学习桌面 还上线了教材同步学功能 核心配置上 华为MatePad 2023款搭载4nm支撑芯片 支持2x2密谋双天线WiFi6 配备7700m大电池 官方表示待机时长可超过37天 支持20万快速充电 采用四扬声器 升级的音频算法 黑森8.1 最终的响度可达82dB 华为MatePad 2023后置1300万像素摄像头 拥有F1.8大光圈 前置配备800万像素的超广角摄像头 视角达到105度 配件方面 支持HUAWEI M Pencil第二代和华为智能键盘 其中键盘沿用了家族化的分离式设计 蓝牙连接 PugPIN充电 保护可套设计 目前 华为平板家族包括 华为MatePad Pro系列 华为MatePad Air系列 华为MatePad系列 华为MatePad SE系列 华为MatePad Paper系列 此次新发布的华为MatePad 2023款柔光版 1899元起 华为MatePad 2023款标准版 1699元起 将于7月20日20 8开启预售 7月27日零点正式开售 购买MatePad 2023款 可获得两个月教育中心会员 免费体验权益 相机构里则 不参 проход